为了在防洪及减少环境影响之间取得平衡 台东领馆处在日本领导进行防洪工程时 为了让当地的生物可以通过河道 特别架设了动物通道 并且利用红外线生态摄影机 成功地捕捉到各项动物利用通道的画面 领馆处表示说 未来会持续和在地的公民团体、生态团体及部落持续合作 将日本领导朝向生态友善的领导方向来发展 日前台东领馆处在资本领导 办理治理工作友善生态环境教育训练 即NGO交流座谈会 广邀关心生态的NGO团体 当地部落民众以及各工部门单位一同参加 并实际走访资本领导 针对既有构造物、动物通道改善情形 做意见的交流 领馆处也提供了生态摄影机所拍摄到的画面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领馆处在进行工程时 会尽力降低对当地环境的破坏 其实包括我们台东领馆处的 小小有六个领导 乌鲁、鸿石、景品、年品 还有立家、还有资本总共六条领导 那因为他现在都有他经营的目的 跟他现在目前是不是有持续要使用的状况 所以说领导原则上我们目前 也碍于整体的经费的状况 我们大概会以目前可以通行的状况 去做一定的维护 那现在就承认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我们在讲这些维护原则上都已经是考虑到 要把生态保育这件事情放在优先的思考 去做这些维护工作 这边也跟大家都知道一些 而处长也表示 目前都有要求团队在进行工程时 务必要做好对当地的生物调查 最近这几年来从106年开始 林务局开始导入生态友善减合这样的一个机制之后 我们现在都会要求我们同仁在做设计工程的起案的同时 就应该要先去盘点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什么 那当这些设计一定要去回馈到我们这些生态保育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领馆处也指出 未来会持续与在地公民团体 生态团队以及部落合作 除了建置安全的人车通行空间之外 也会落实通用设计的理念 让资本领导朝向生态友善的方向前进 记者陈吉林 北南湘报导